文化研究學系 我覺得文化研究學系很重要 因為過去這麼多年來 它是推動了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 亦是因為它能夠涉獵的議題比較廣 文言的學生會有比較廣闊的視野 它亦會有更大的批判精神 在過去很多年裏 在不同的社會運動和討論裏 我都會見到文化研究學生的參與 早期的西九文化發展 以至到天星皇后 亦都會看到無論是學士課程的文言學生 或是碩士課程 他們都成為香港比較關心香港 緊張香港的文化發展 是一班朋友 所以文化研究學系的未來是很重要的 因為香港除了是一個商業的城市 亦是一個文化的城市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 本土文化得到重視 得到討論 也有清晰的論述呢 我在此 我相信文化研究學系 會作出它的貢獻 文化研究是一個很闊的範疇 港北了業出來的同學 就不一定會去做activist 他們亦都在不同的行業 譬如在文化行政 或者其他的去做老師 教書 做社工 很多不同的多元的出路 都是文言學生可以去的 但是我覺得在香港過去十幾年裡 如果你問我文化研究學系的學生 或者是教授擔任了什麼角色 我覺得他們都對香港的文化發展 是有一定的貢獻 因為他們是促進了很多的討論 亦都是他們的想法是很前瞻性 亦都會是因為這樣 我們更加清晰我們香港的本土文化 未來的走向 在文化領域那裏 亦都是令到多了年輕的同學 去研究香港文化的不同的範疇 譬如是電影 譬如是不同的社區文化 我覺得這個亦都是對於 香港的文化發展是重要的 而且我亦都很相信 在文化研究 學到的一些議題 和一個思考方法 和一個 critical thinking 是會幫到他在將來做任何工作都可以 因為現在的世界 是越來越變化得很大 我們需要看到的一支基本能力 其實就是一種獨立思考 和批判思考的能力 和對世界的議題 有一個compassion 有一個人民關懷 所以我很推薦 這個年輕朋友 去讀文言學系